东京都行迎来入冬后第一次积雪 民众异常兴奋 受南岸地吸压影响 新日本到东日本30号开始大范围降雪 东京首都圈地铁部分班次误点 玉田机场也有数十个航班停飞 交通大受影响 积雪冻结造成路面打滑 关东地区沈奈川县和奇遇县已经至少15人因此而受伤 去年2月东京睽违45年创下积雪27公分的历史记录 当时让日本民众措手不及 今年当然有备而来 大雪器具卖场扩大十倍空间 除雪产子 雪靴 鞋子止滑器 溶雪剂一印俱全 NHK记者贴心提供民众大雪对策 东京高速公路局供物车紧急装入大量溶雪剂 公务车从去年8台新增到53台 要保证民众行车安全 未来几天包括北海道在内 北日本又将迎来一波暴雪 预计前往日本的民众务必小心遇寒 记得要绘文众号报道